我再做一次哈 我再做一次 你第一个呢可以用先去点一下 放大镜 然后呢滑鼠 放在左上角的这个区域 按住往下拉 往下拉呢 就是变大 往上拉缩小 往下拉变大 各位你们自己呢可以尝试看看 啊如果不太熟 就没关系稍微练习一下 就可以了 好然后呢差不多可以了 的话呢 他有如果超出去画面没关系 接下来你就用我们的 小手搜 用我们的手掌心小手搜的工具 手掌心的工具 按住啊把它拉下来 拉过来拉下来一点 总之呢就是让我们能够 把左上角来把它看得清楚 等一下我们要修掉它 我们要修掉 好各位呢 完成以后 注意看我们要开始做了哦 它的瑕疵修复原则上有三种工具 三种工具 好 好我们先介绍第一种 那各位呢 请你注意看 从哪边算下来呢 这边算下来 好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个才是你认这个滴管 先找到这个滴管 它就在这个滴管的正下方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滴管的正下方这个工具就是我们要的 瑕疵修复 好 来把它按下去 如果你按了比较久就跑出了这四种工具有没有 我们的瑕疵的修复啊 指的就是前面这三种 来我们先用第一种好不好 第一种叫做污点 修复 笔刷工具 够用盘点 有吗 你把它钓下去 好 点完以后你的滑鼠应该会变圆圆的吧 有没有变圆圆的 没有的话你要跟我讲哦 有哦 好 那如果说各位呢 这个圆圆的代表笔刷的大小 注意 笔刷的大小要怎么调整呢 上面可以调整 丁管家 丁管家 目前我的笔刷是19 有没有看到 叫我下几个数字 这代表笔刷的大小 哦 那我自己哦 看它怎么调比较快哦 各位你们的键盘 你们的键盘找一下 你们键盘找两个按键好不好 大街小路 各位有没有看到个街 找一个街 找一个键盘 找一个按键 你写个街有没有 再找一个 它的旁边应该是路吧 街跟路 有没有看到 好 如果你笔刷是这样十字的 像这样子 如果你的笔刷是变十字 有没有 万一像这样子 来 如果你比较变一个十字 多少款的 你这样按捏 你怎么变圆圆的呢 来 点一下 各位你们可以尝试看看 万一呢 万一呢 人家比抓得远远的 你不是 你是一个十字的话 你按这个 CAPS CAPS 你点一下 看它 是不是变十字的 有没有看到 再点一下就变圆了 它是一个切换键 CAPS CAPS 可以切换你的笔刷的造型 好 再来笔刷的大小的调整 靠这两个 你笔刷要变大 就是按这个接 笔刷要变小 就是用这个路 对 大接小路没错 注意哦 切换到英文的输入法 如果你的中文输入 如果你是停在中文输入法 就不行 你要切回来英文的输入法 大接小路 你的笔刷要变大 就要点它 每点一下就变大一点 每点一下就变大一点 我做给各位看 不懂哦 你找到这两个按键了没有 找到两个按键了 好 来我现在变给你看 我嫌这个笔刷太小 我就把这个接呢 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变大了没有 我一直点它一直点 这样点这样点就变大了 要小一点怎么办 路 对路 那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就变小了 你自己调调看 会不会调 我自己自己调调的变大 英文字 它没有英文字 它是大挂湖 就在P的旁边 P的旁边 英文字P的旁边 有没有一个接跟一个路 原来你们中文字 等着辨识度比较低 大接小路 背起来 你笔刷变大 就要点哪个按键 接 稍微的把它点一下点一下就变大 小呢 点路 你呢大概就是比你要调到多大呢 不简单 比那个瑕疵还大一点就好 好来我会给你看哦 注意看 这边不是有很多白点吗 来我把它回过去 请注意看我怎么做 从旁边 按住 跟它回一下 看着没有 没看着 你的黑板条 你就是靠这个啦 里边哦 从旁边哦 按住 回一下 没看着 按住 回下去 就没看着 对不 按是不是很快 从旁边 按住 然后回 把那个瑕疵回过去 按把它回过去 这样压过去 有没有看到 按那它就不见了 你自己尝试看看 复原件 我刚刚有教你那个 步骤记录 记不记得 找一下 步骤记录 怎么停 不是不是 你太大了啦 来你不要按 不要按住 来 因为你等一下 一瞬间放太大 而且你要去把按住不见 这样就整个扶掉了 知道吗 所以呢 你的步骤记录回来 你按 你按的太过分了 它就 你自己就变成这样 有没有 你都被灵异照片了 这张 滑岛鼠啊 你要重来 我这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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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刷 每个手机 第一个 你要先把坑变大 比较好修 有没有 第二 修复笔刷 你可以看到 这太大了 你来 变小朋友看 对 你在 你在挺自信的时候 滑鼠都不要动它 哦 直到你 你调整到你的 操作程度了 对不对 好 可以了哦 你看我看 最后一次可以看到 滑鼠哦 先从旁边 按住左键 你用点一下也可以啊 你用点一下也可以啊 那是因为它正好跨到有暗有米的地方 那就比较不薄 那就比较不安 那就比较不安 都比较没有那么完整 都可以 用点的 用拉的都可以 你看哪一种比较好 像这边有点 这样就白掉了 我跟你讲 在拉的时候 尽量不要跨到正好 这样跨到暗有米的地方 这样会比较容易产生瑕疵 哦 像有时候这样的话 我建议 把拉底刷再缩得很小 再一点会比较好点 哦 好 来 你不管是用回的也好 还是直接在瑕疵点上面点一下 都可以哦 都可以哈 你不管是用从旁边回轨 还是直接在瑕疵上面点一下都可以 重点就在于 重点就在于 你的笔刷要调一下 要比那个瑕疵再大一点点 这样哦 盖过去会比较自然 你不要全部修完耶 我们还有两个工具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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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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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不要 我们还有右边啦 右边不是小白点吗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 都被你修完哦 你效率还真高耶 不要紧 不要紧 那我们还有别张嘛 不要紧张 来 那么呢 接下来 好吧 那我们就开别张好了 既然都被你修光了 那就我们就开别张 来 我们去开启旧档 来 来 我们选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堆的 我班条记忆了 嘿 来 这边就有很多地方可以修了 有没有 哦 欸 那个胡子修不掉啊 你不要想把胡子修掉哦 欸 那种 难度太高了哦 那个不是 胡子不是瑕疵哦 同学 有胡子不是瑕疵哦 好不好 哦 来来来 我们现在介绍第二种 我们现在介绍第二种 请看前面 哦 我们介绍第二种哦 来请注意看 刚刚呢 第一种的瑕疵修复工具 我想各位应该觉得很好用 对不对 第二种也不错用 来各位请看第二种 修复笔刷工具 修复笔刷工具 第二种 第二种它怎么用呢 来 你注意听 第二种怎么用呢 你先看我做 第二种呢 主要的是拿旁边的颜色来盖掉它 来各位请看哦 第一个你要先瞄准哪个目标 比如说 我要拿这边的颜色 我要拿这边的颜色 来盖掉这一块 我要拿这边的颜色 来盖掉这个瑕疵点 哦 那这样怎么做 第二种工具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种工具呢 是你要先瞄准某个地方 它就把那个地方的颜色抓过来 盖掉你不要的地方 来请看我怎么做 好的话来 首先啊 你呢 要先按住 A L T 你们的键盘 有没有个ALT 有哦 ALT 对 把它按住 不要放 这时候你的滑鼠 应该会变个小小的十字 对不对 你的滑鼠 有没有变个小小十字圆圆的 那个地方就是在让你瞄准的 所以呢 你先呢 移动你的滑鼠呢 到你要瞄准的地方 先把它点一下 我再讲一次 你先把ALT 按住 不可以放哦 我没有叫你放哦 你要一直按住哦 然后呢 你的滑鼠会变成个圆圆的 十字的瞄准的点 你再开始呢 移动你的滑鼠 到旁边啊 把你要的颜色呢 把它点一下 哦 把你的滑鼠把它点一下 它等一下呢 就知道 要用那边的颜色过来盖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ALT放开了 好 各位请注意看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 你稍微移动你的滑鼠看看 它已经把这个颜色带过来了 点下去你看 你看 就把它盖过去了 它会把你刚刚瞄准的地方哦 对 它会把你刚刚瞄准的地方的颜色带过来 你就可以 放在你要修瑕疵的地方 来点一下 它就盖下去了 哦 哦 所以你可能要花个几次 哦 瞄准个几次 慢慢的慢慢的 把不要的地方把它点掉 把它盖掉 对 你要先去瞄准干净的地方 它就把瞄准的那一块的颜色抓过来 你再把不要的地方把它点 把它按下去 把它盖掉 哦 不太会做的 再看一次 我再做一次 哦 你先把A LT 先按住 不要放 这时候你的滑鼠 会变成个小小圆圆的十字 这个时候就是让你指定 你要瞄准的颜色 所以呢 你呢 就朝着你要瞄准的颜色呢 把它点下去 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呢 Photoshop就知道 你要以这个地方当做目标了 当做瞄准 当做标准色 好 接下来 我就把A LT放开 放开以后呢 你的滑鼠就变成我们的什么 笔刷了 对不对 这时候你仔细看 你就可以把你刚刚瞄准的地方 那个颜色就带过来了 好 你就把它移到你要盖过去 你要盖掉小圆 想要吃的地方 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 这样 你看 完全看不出来 那些黑斑调子啊 哦 要放开L 对 你要放开LT 然后这时候它就会把你刚刚瞄准的色彩 就带过来了 你到你要盖掉的地方 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的方式 它就帮你把那些都盖掉了 啊你不要拿亮的地方去盖掉暗的地方哦 那你只要变成白状 只要变成白状 只要变成很不自然啊 你要尽量那种亮 那个亮的地方盖亮的地方 暗的地方盖暗的地方 这样懂意思吗 哦 所以那个颜色哦 不要差太多 哦 皮肤的色泽不要差太多 你要盖掉的地方尽量也是差不多是那个亮度那个色泽 盖过去才会比较自然哦 所以呢你盖完以后呢 接下来如果你要盖掉的地方是比较暗的 你就应该另外再去瞄准暗的区域来盖才对 好各位你看我左边这边是比较暗的区域 好所以我相对的我就要到旁边找比较暗的区域当做目标 好把目标呢点下去以后 当我把ALT放开以后呢 他就拿这个比较暗的区域呢 让我抓过来 我就可以把比较暗的区域点一下 有没有 瑕疵就盖过去了 就几乎看不出来了 好依此类推 哈 你说笔刷修布吗 那个是 他们其实内部的计算方式不一样啊 操作的方式也不同 好所以呢 他有三种给你用 我们现在介绍到第二种 以后呢 你再做瑕疵修复啊 你自己看看哪一种比较合适 哪一种比较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哈 可以 可以啊 第一种呢 第一种跟这种其实都差不多 嘿 所以呢 我们修复呢 不见得会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用 你要各种方式去尝尝看 好 像如果我们用刚刚的第一种 其实也可以做得很好 好 你把它点一下 你看也是几乎看不出来啊 好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尝试看看哪一种方式 你觉得比较方便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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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修完之後 修完之後左邊 我右邊不修 修左邊你看 兩邊比較起來就差很多了 幾乎看不出來 好